- 各位浪学的兄弟们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野性成熟的目的就是提升你的气场 以及野性 让你可以过出一个无所谓的一天 我们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搭讪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的技能 今天我们来修正一下 你对于搭讪方面的信念 然后同时呢 我给各位一些开场方面 必须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相信各位一定会学到许多 在没有正式开始之前 You know what to do 那个赞帮我按起来 只是你能够提供这个节目 最好也是最棒的价值 所以321 谢谢各位兄弟们了 好那么废话不多说 Let's go 如果我今天问你 搭讪是一件应该要做的事 还是不应该要做的事 它是一件正面的事情 还是一件负面的事情 还是一件好的事情 还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告诉我 你会怎么回答呢 因为我认为 大部分的男生 他身心底里不认为 大闪是一件应该要做的事 或许 你过去大闪的经验不好 或许有某个女生的朋友 跟你说 有某个怪人在捷运上面 搭讪了他 他觉得特别反感 所以渐渐的 你对于大闪 开始产生许多负面的印象 但我必须说 大闪是个必须 特别你是一个男人的 今天你在任何的场合 咖啡厅 酒吧 某个活动 你想要认识陌生人 他都是个大闪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你很难扩张你的生活圈 当然 你能不能透过交友软体 理所当然可以 我们有网聊神技课 我们也特别鼓励 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生 然而你这个男人的等级 越来越高时 你会去参加许多的活动 在这些活动当中 有很多的正妹 不要说只是正妹好了 有许多高架子的男生们 你也要去社交 去扩张你的人脉 未来才会有生意方面的机会 然而如果你身心底里 认为大神是一件负面的事情 你接下来所行出来的 也就是如此 你行出来的就是畏畏缩缩缩的 各种不同的潜沟通 都在告诉对方说 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 那女生是这样 你身为男人 你要当对话的主导 女生是被动的 所以如果你整体方面 所散发出的能量是放松的 是确信的 企图是明确的 你完完全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然后并且你相信 现在这段对话是必须要发生的 100%是一件正确的事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确信感 他可以透过你的眼神 他可以透过你的言语 他可以透过你的语气 他可以透过一切一切 他就知道这件事 你原则上是在告诉对方说 这是OK的 这是一个安全的对话范围 然而如果你本质的信念就是 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 我不是很确定应不应该 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怪人 这样子不会很奇怪吗 你头脑里面很多的心理 有时机过度思考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这些过度思考 这些想法是造成 女生想要拒绝你 她想要赶快逃离那种状况 你能同理吗 你能同理女生 她在身材方面 本质方面就不占优势吗 你能同理她会怕吗 你能同理她会疑惑吗 你能同理她完完全全 不知道你是谁吗 因为我告诉你我能同理 也是因为我能同理 所以我的搭乘成功率非常高 因为我把对方当人看 我在搭乘的过程当中 虽然我知道 这100%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但同时我也知道一个事实 那就是对方并不知道我是谁 我是个完全的陌生人 从她的角度我有可能是酒店亲戚 我有被误会过 从她的角度我有可能是搞直销的 从她的角度我有可能是想要买她爱心笔的 从她的角度 我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所以在我搭讪的过程 我已经知道是100%正确了 但同时我会用言语来去同理她 在有些搭讪女生会马上接受我 然而在有些搭讪 女生疑惑的这个情绪 她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 当我看到女生的这样的脸部表情时 我就会立刻去同理对方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酒店经纪 我真的不是 我会先去冷毒对方 先去问对方这些问题 因为即使对方是个陌生人 当然因为对方是个人 所以我在乎他 我在乎他的情绪 因为毕竟我想要认识他 我想要认识的人 我当然要在乎他的情绪 这是基本的社交原理 基本的礼貌 所以当他有这样子的疑惑表情时 我就去问对方说 你是不是觉得 我是什么样的酒店经纪 还是你有什么样 不好的搭讪经验 你可以跟我说 有时候女生就会说 对 我原本以为你是 然后这时候 我就会把我的企图解释得一清二楚 我可能在开场的时候 我已经讲过一次了 然而在这边我还会再讲一次 我会跟女生说 Hey look 我真的只是因为 我觉得你长得很可爱 所以我想说 过来跟你要个IG 想要过来认识你一下 你知道 当我把这句话讲出去时 大概有九成的女生 他都愿意持续的跟我对话 为什么 因为他能理解一件事情 我是个正常人 我有在关心他 你们有多少的男人 即使你们搭讪了 然而你完完全全不在乎对方的死活 你真的有在在乎对方吗 因为如果你可以去看到他 那种疑惑 有迷茫的表情的话 当他露出那个表情时 你是必须要下去处理的 而处理最好的方式 就是去同理对方 我能理解 其实还蛮突然的 那如果我是你 我应该也会吓到 然而我来 只是因为我觉得你真的长得很可爱 这是如果你看到他有疑惑的表情的话 你才要这样子做 然而如果你在Darsan的开场 那这边是重点 你过去言语 对我来说 其实已经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重点是 我过去 我是眼神有交流到了之后 我才开始与对方对话 基本社交原理 基本社交理解 然而有太多的男生 完完全全不注重 女生都还没有在看你之前 你说嗨你好我是大卫 请问一下 他知道 你到底是在跟谁说话吗 你们都没有任何的眼神交流 我常常在讲 在条件的领域 眼神就已经占了 我甚至能说超过一半 所以我在与女生在打招呼时 我必须要先眼神先交流到了 再来 我带着笑容说 嗨你好 呃 我刚刚在那边看到你 那我觉得 你真的长得蛮可爱的 我很喜欢你的传达 所以我过来给你打个话 你叫什么名字 你看我整体方面的眼神 以及稳定性会让女生知道 我是诚恳的 而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诚恳 同时女生完完全知道 我来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吗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 我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我的眼神坚定 非常确定对不对 然而我非常放松 因为这种放松的能量 在默默的告诉女生一个讯息 就是我是一个高价值的人 我日常我就在跟异性在互动 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互动 对我来说 不会让我紧张 我在高压力的状况下 我是完全不会紧张的 然后因为我的冷静 因为我的放松 自然而然女生在与我对话 她也会放松 从今天开始 当你开场了以后 记得你的眼神 要持续的看着对方 OK 持续的看着对方 嗨你好 我是大卫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了吗 哦没有 是这样 我刚刚在那边看到你 然后我觉得 你的穿搭 我真的很喜欢 所以我过来 想要跟你搭一个话 想要认识你一下 那当然 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很难 刚开始你们在搭讪的时候 心脏没有跳出来 就已经算不错了 然而你必须要开始 大量去接触异性 你的紧张程度 才会渐渐的下降 所以我现在再回顾一下 好你已经成功开场 然后如果你看到 女生的那种疑惑的 或是负面的表情之后 你在做的事情 就是你去同理对方 然后并且明确的表达 你真实来的企图是什么 这对于九层的女生来说 她就愿意持续这段对话了 只要你看到这个窗口时 你就可以开始转话题 那么这个窗口很好判断 只要她没有转头离开 或是立刻想离开 这个对话场景 同时你会去看到 她整体的脸部表情 她开始比较放松了 这时候你就知道 你可以转话题了 今天如果我在中山区的话 我会怎么转话题 我可能会讲说 你是不是刚下班 你今天是来中山区逛街吗 她讲完以后 我会给一点feedback 给完feedback以后 我会讲一些 关于我自己今天为什么要来中山区 我是刚下班 oh by the way 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 其实原则上对话的内容对我来说 不是重点 最大的重点是 你整体方面的vibe 今天我在咖啡厅 我转话题的方式很简单 不过 会问女生说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咖啡厅 你是不是常来这个咖啡厅 你今天是不是来写书的 开个玩笑 其实都行 再来 我会去透露 我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咖啡厅的话题 很多可以聊 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是哪一种 咖啡方面的价值观 也可以互相分享 当然我告诉你 咖啡的价值观有真的很重要吗 没有 我们重点是 聊天的过程当中 那个vibe是什么 内容完全不是重点 所以你有办法给对方一种放松的vibe 一种很chill的感觉 就几乎你什么都可以聊 现在酒吧 我可能会问对方说 你那杯酒好喝吗 会不会太甜 那我也会去透露 我对于酒的想法 以及我对于酒的价值观等等的 你们很多人 你们都想要知道 我们搭讪 我到底要聊什么 其实什么都可以 你想要聊旅游 也可以 你想要聊美食 也可以 重点是你对于这些领域当中 你一定要有聊 同时你在问对方问题时 对方给你回应 你一定要给feedback 而不是完完全不给feedback 就直接去开始讲自己 这样子 我就显出你是个怪人 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那就是看着对方的眼睛 你的目的是要让 他的眼神先飘开 而不是你的先飘开 如果你的先飘开 你这场游戏原则上就已经输了 当然 在跟益心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有时候 往右看一下 然后再回来 可以 可这个次数 不要拉太多次 与女生对话的过程 你的眼神越坚定 也就让女生知道 你是一个完全有自信的男人 今天各位以为我学到的话 那个赞帮我按起来 这个赞 能够告诉YouTube 其他很难搞的原则法 这支影片是优质影片 所以321 谢谢各位兄弟们了 除此之外 你可以在以下留言 你今日所学到 最终的一到两件事情 这会帮助你内化今日的内容 然后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调情 不知道怎么推进关系 我非常建议各位 上调情课程 我们的调情课程 我们教各位如果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的 在肢体方面推进关系 无论是言语或是肢体 你都会学到许多 所以各位可以透过 以上或是以下的连结 可以去了解更多 那Love you guys 我们就下一次见了 Bye